祝福如来 没有不劝人念佛求生进度的 我们在《弥桃经》里面看到六方佛 它的六方是讲东南西北上下 在玄庄大寺的一本里面是十方佛 四方四围上下 这一展开没有边际 真正是无量无边 无数无尽的祝福 没有一尊不劝人念佛求生进度 这个我们要多想一想 它为什么 可是 设方诸佛劝情 还有人不相信 你能想得通吗 想不通 看看现前社会 你就通了 很多人不相信吗 这个相信真难啊 哪一个相信的 哪个成就的 不是真意相信的 有意不解的 那都是杰格发愿 这一生不能成就 成就还等来三恩后世 佛菩萨 分的派别也不少啊 可是 有难意 不同 你比如说 缠就很难 很不容易 你不是那个根性 你餐一辈子 也不会开悟 教 教也不简单 我们一般人是可以学 要费很长的时间 就像念书一样 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所 很长的时间 你才能收获 进途 简单 尤其是 这个法门 叫待业往生 这是 释迦牟尼佛 一生所说的 经教里面 都没有讲到过 只有在 净土三经里头 说过 待业往生 也就是说 我们一凭无名 都没破 就能往生 也就是我前面所讲的 我们只到门口 还没进去 我也能往生 在佛法里面讲 你没有真的出国 都不算 没成就 你还会堕落 还会堕山土 可是这个待业 那就太舒适了 我们要信得过 也就是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